本地竹总盃四强继续在将军奥运动场闭门上演 关乎来界亚洲赛的参赛资格 南三的东方龙斯上场两球正胜肃迪结智 气势如虹 今场斗香港飞马一开球就抢弓 艾华顿阻路传终 新组母妹每下 搅算个炮台一抽就有 开球四分钟打开缺口 飞马今场摆出五人防线 试图阻止东方三叉击来闸 艾华顿扣除陈伟豪在白界线前及时够假 说了不要搞乱我的头了 头开得不漂亮 飞马按照一向迅速应变的方针回径 国子佳沉底返回中间 陈柏行铲蛇 艾华道以身相许 两队上次在精英杯交锋 陈浩伟开球一分钟闪电开记录 带领东方三球大胜 这位台湾大哥下半季信心翻了来 卢卡斯贵中加盟后同样仿余重生 禁射被梁兄杰一抱入围 半场Hedge一粒的东方 换边之后大开杀戒 陈浩伟插花在两个守卫之间找到条纳 卢卡斯大转身起脚 游试过不了零九 八强斗原网食大四起的墓沙 因为借用条款未能够倒锅 东方没了这位心腹大患 进攻更加得心应手 飞马也有两手准备 可惜是手球的手 王俊浩的无形之手 类球队输十二码 亚华顿亲自操刀 拉开到两球优势 负力在另一边双 护石十二码淘汰大步 不过港超因为新冠肺炎 起码要停摆三个礼拜 无事比生命重要 正如这一天的寿星仔叶蓬辉说 最紧要无病无痛 三十二纜 在门将这个位置来说仍然是当打之年 连续两场凌风对手减赢波晋级 肯定是阿辉最好的生日礼物 飞马迟迟破不了弹 最后二十分钟 兵败如山倒 新早无迟无早 时间刚好 只比艾华丁割球 顶得淡地波入网 七十分钟攻入个人第二球 感染和隔离这两个词语 在当今疫情之下 未必有人想听到 但好似新早那样 用精能量感染隔离每位队友 游灵计 既端有样学样 不同的是幻想利马助攻 新早最后当选MVP 不过论数据 艾华顿同样亮丽 加出两助攻两入球 包括保时这一脚世界球迷励 东方大胜5比0 继银牌之后再多一只杯叫壶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